今天要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正面的团体 它叫做白色骑士团 在地球上有一个正面的灵魂团体千百万年来 在地球上转世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对抗阴谋集团 还有帮助地球重获自由 他们在中世纪的时候 与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法庭相抗衡 他们在17和18世纪抵抗耶稣会士 现在他们的主要对手是罗斯查尔德和洛克菲勒集团 这个骑士团现在已经到来 这些白色骑士转世为正义军圣殿骑士团 或者白龙会的成员 他们有些人渗透进阴谋集团的各种社群网络 也有些人选择成为隐身在人群当中的自由斗士 如果你胸怀满腔热血 渴望地球重获自由 并且已经将自己心中的理念化为实际行动的话 那么你很有可能就是一名白色的骑士 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而且不可取代的 神圣本源利用他的神圣旨意 将每一位光战士派遣到灵魂曼陀罗的战略位置 只有神圣本源才能够看清楚这副曼陀罗的全貌 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去执行自己的使命 这样一来曼陀罗才能发挥他完整的力量 所以去实践自己的天命吧 如果大家还不清楚自己的使命 请持续不断地去追寻呼唤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的 我们不需要带枪上战场 我们只需要善用洞察市局的双眼 精明干练的内心 通过宝剑的笔杆 还有其他灵活自由的方式 大家就可以为光明势力而战 最后要跟大家强调的是 地球解放计划是真实不虚的 但是大街路 第一次接触还有黄金时代 在一处一谋集团之前 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只要时机到了 它就会发生 郑义军在采取行动之前 要确保他们的行动 不会对我们地表民众 产生任何潜在的威胁 因此 只有等万事俱备之后 他们才会行动 还有就是 我们每个人都要赶快行动起来 这样 我们就可以推动地球的解放 早日到来